我們也是,應該是這兩年來的老班底 Wikida台灣維基數據社群 那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記得去年的8週年黑客松 其實是我們8週年的跨領域論壇 然後我們還撞起了 而且是撞同一天 然後我們都在中演員 那後來是一個在資訊所,一個在自創東西 那今年因為各式各樣元素 我們今年沒有看跨領域論壇 那今年就一起合體在GinB這裡 那GinB也是9週年 那Wikida也是9週年 所以GinB跟Wikida貼貼 那Wikida其實是成立於2012年的10月29號 那在台灣這邊是10月30號 那從2012年到現在 Wikida已經有了9500萬筆資料 那台灣社群在2019年成立 我們有300多個人的編輯參與者 那我們已經創造了26000多條條目 然後已經創造了100多萬的這個 這個條目月欄 那Wikida是一個真正任何人都可以寫 任何人都可以用的知識庫 微幾百科分享出去 還要CCBiSA4.0 Wikida直接CC0 那在QE16078371就可以找到G01 使用結構化以及各式各樣的 identify方式來取代賞文式記載 對於基督還有資料庫應用更加優善 而且全部都是CC0的 那像是同時也是一個全球的跨語言專案 像以Q865中華民國 目前有100多種的語言翻譯 那目前整個圍基裡面可以收納的語言 至少超過300種 那也同時可以橫向記載同一個項目 在不同資料庫備儲存的位置 有識別碼對照的功能 那對於關注度的標準也相較於比較快的時候 有助於協助記錄一些 微幾百科無法記載的一些基礎資訊 那直接9500萬筆打包帶走才100GB 歡迎大家打包帶走 那也可以用SmartCode查詢特定資料 但是台灣相關各專業語域的覆蓋率還不足 那目前我們跟水族保持局 水利署在執行的水文專題 覆蓋率大概只有30%左右 所以我們今天近期的資料專題 包含有地方置、水文基礎資訊 藝術家展覽、藝術品、公路基礎資訊 台灣各語言的單詞 那說這麼多講要找什麼人呢 簡單來講只要你願意跟我們一起整理資料的人 都歡迎參加我們 那最後在這邊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會做這個水文資料整理 跟台灣專制的物整理 那我們在今天中午的短講會邀請 印尼維基分會 跟我們分享這個印尼的 Vikidia的發展精神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今天的Gallet Town的會場 印尼分會的朋友也會在線上跟我們互動 所以大家有興趣了解 這個印尼分會的Vikidia發展 都可以來到線上還有來找我們 謝謝大家